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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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興奮 有點緊張 還有點累 今天表演我自己覺得 我的分數也挺高 但台下的分數更高 我覺得觀眾真的不得了 他們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挺好 挺好的分數 大概多過60分 是吧 還沒到一萬塊 還沒到 還沒到 我看到有時候觀眾 他們會令我 很亡形 太太的女兒給你多少分? 太太和女兒給你多少分? 我還沒問 還沒到 是啊 他們都坐在全場之前 是嗎? 是啊 我才會認識你的歌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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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麼久 她才是第一次演唱會 她啊 是嗎? 太太不是嗎? 太太也有來看的 你們也有拍過嗎? 不是 這麼堂堂正正的 不用避 免你們亂寫 又說我避這裏 避那裏 大大方方就算了 雷先生是不是你們跌過嗎? 他不跌過 他不跌過 但是你是不是用到 雷隊的圖畫 是不是有用到 咦? 是不是他畫的 是他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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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是他 你叫他專程畫 還是他之前不熟 不是他交功課 交功課 是功課 有沒有得女同意 有得女同意 有沒有得女同意 有版權 是不是 不是的 他這麼小 都是父母擁有的 他有沒有很興奮 看完你 我還沒… 對 對 立刻見你 你之前有沒有教他 怎樣坐在那裡 有沒有畫 我連自己練都還沒夠時間 還教他 女兒都很興奮 看到指手畫腳 剛才女兒都看到指手畫腳 跟媽媽說的 很興奮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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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們寫就行了 不要問我 太太 是否事前都跟你說了 說什麼 即是說要坐在台前 他安排的 是我叫的 是嗎 一家之主 我當然不會說 他們會不會看了那麼多場 不會吧 你會有壓力嗎 他們說試 怕不怕女兒 只要看一場之後 你會看嗎 怕的 你釣到那麼高 那裡的家人知不知道你是 很危險的 好像 我們看了一個很鏡 平靈靈靈 那裡 其實是安全的 但是 真的 視覺上高 是有一些 對 而且你是可以搖 你看到 它是因為有這麼高 所以它有一個距離 所以是會搖 你本身都不是很懷高 我自己都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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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很高 三層 很高 體力還副歌得了嗎 就是現在身體中 還好 我覺得有帶改善 還是可以撐下來 我可以繼續努力 放心 我還年輕 對 剛才那場 也不少 是啊 我剛才跟他們說 為何 原來他們越跳越重 哈哈 你脫 對 一路上一路不脫 不行 一脫下去 今次都脫 以後都要脫 是啊 所以 今次其實 體能 各樣事情 都在過往的三個月 都提升了幾多 希望越來越好 今天看到很多朋友也來支持你 有阿姊也來了 對對對 有很多 就是 就是 魯虎啊 來了兩個 然後 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朋友 他們都有來了 第一場 就是 謝謝他們 他們很 很善意的 就很早就跟我說 我一定要第一天來支持你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去看過我 在醫院的時候 然後也知道就是 那個時候 就到今天 這一段時間 遲遲 很多人羨慕我 就覺得 嗯 好得那麼快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起經過的話 不要思 不要想 真的蠻痛苦的一段時間 對 剛才呢 場外呢 有觀眾呢 用了王國追入場 跟著 就是有小狗分 因為那些位 有警察 有警察 你知不知道 紅助警 黃牛飛 或者之前那些 就是有一些 假飛 或者什麼時候 那時候 紅館就會跟我們說 就是 所有事情由他們處理 這樣 因為這些 始終都是紅館的事 但是我只希望 其實我也拍了一些短片 或者什麼 希望大家 就是 每一張飛都要小心 有時候來到這裡的時候 那些時間又緊迫 或者什麼 但是可能會衝撞一些 還有真是 一心一意來之前 我發現是假的 也會幾謬 是的 如果 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 可以 冷靜一點點去處理 那也都 多謝紅館和警方他們 他們有很好的配合 握手位 向山邊的七十戒手 是否不行 你們 或者 你先做什麼事 好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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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說 我現在最害怕 就是 突然間 搓 譬如 譬如 現在他經常都跟我說 就是 你叫司機小心點 不要突然間搓 不要搓車 後面撞到 就最危險 所以現在坐車都害怕 我不知道 就是 是啊 我以前沒那麼害怕 剛才 你們經常都看見我 看著下面 我一直看著 因為 現在我們 那些 聚焦燈 就是 Follow Sport 很光 我根本都看不到地下 所以 每一步都要小心 因為今天特別提到 女兒上 小學年級了 那現在分配很多時間給她 之後會不會有機會 再到內地去做巡演 選演一定會陸陸續續的 但是今年就一定沒有了 就是18跟19年是一定沒有了 那就如果有的話 都是2020以後的事情 那家裡的事情 外面 白天再跟你聊 好 差不多了 因為都 今天都認識了 好 好 OK 這個事情 那個事情 是我一直都沒有正面去跟進的 因為我所有時間都在做演唱會 現在就由公司 和律師他們正在跟進 希望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法去解決 嗯 好